男人在一场车祸中醒来 他来到路边拦车求救 路过的汽车却静止朝他撞来 过去查看 竟然发现司机两眼发白已经死亡 他立马打电话报警 在被询问姓名时 却发现自己失忆了 翻出身份证才得知自己叫男主 突然一只乌鸦砸在车上 同样是两眼发白死去 男主吓得拔腿就跑 他来到附近一家餐厅 结果发现这里的人也都死光了 他怀疑是空气中有某种病毒 私下衣服赶紧捂住口鼻 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 找到了自己家 然后把门窗都封得死死的 但这时他发现邻居 还在外面修理拖垃圾 男主一通比划 事业邻居离开这里 外面太危险 邻居却误以为是在叫自己 突然邻居两眼一白 也死在了男主面前 这时他才意识到 有问题的可能不是空气 而是自己 找到一只乌鸦测试后 他发现任何生物 只要靠近自己15米内 就会两眼发白离奇死去 这下他成了比柯南还柯南的扫把星 到了晚上 一个叫简的女人找到男主 男主怕会害死他 立马大喊让他不要靠近 结果简却毫发无双 站在自己面前 他说车祸那晚 自己也在男主车上 也同样失去了记忆 更让男主惊讶的是 只要他和简在一起 自己让生物死亡的能力就会消失 失忆的两人 准备去车祸现场寻找记忆 车上广播报道 一家餐厅有多人离奇死亡 初步怀疑是恐怖组织所为 男主听完显得十分不安 他们来到车祸现场后 发现地上有个巨大 像是被大火烧焦的黑色圆圈 这场面根本不可能是车祸留下的 他像简坦白 只要有人靠近自己 都会死亡 广播里那些眼睛发白死去的人 都是他杀的 感情自己跟了个定时炸弹 吓得简掉头就跑 结果男主碰上了一个路过的女警 随着简越走越远 女警立马两眼一白 领了盒饭 简回头一看 彻底瞎念 男主拉着简做了个实验 身边放了一只羊 然后让简后退 到了第15米 杨果然死了 简之下彻底相信了 原来只要他们在一起 男主就不会伤人 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情况 两人决定去医院检查 但当两人在等报告时 他们在新闻里看到 男主已经成为这些离奇死亡事件的首要嫌疑人 警察也找到了医院 在得知自己身体并无异样后 两人便慌忙逃离这里 但简却因为看到自己的寻人器 试愣了神 结果两人没能一起乘上电梯 眼看电梯就要下去了 如果他不在男主身边 他周围的人全都要完蛋 男主急得响哭 已经有太多无辜的人因他而死 楼梯里简拼命奔跑 和男主保持着安全距离 终于赶上了 还好没有人再丧命 俩人逃离医院后 在车里度过了一夜 中午简在广播里得知 丈夫正在找自己 根据广播里的地址 简找到了丈夫 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 并且找回以前的记忆 在屋里简发现了一张寻人启事 站在自己旁边的女人 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样 丈夫解释 这是简的双胞胎姐姐 但姐姐在一年前突然失踪了 简当时为了找到姐姐 满阵子贴学人启事 但还是没有她的下落 那天简情绪低落 和丈夫大吵一架后 就离家出走了 丈夫看着自己的妻子 整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自己反倒更像个外人 一试醋了 他偷偷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来 直接冲进来抓住两人 完全不顾他们的解释 就准备把两人分开带走 结果悲剧再次发生 在两人被分开15米的瞬间 所有的警察和看热闹的路人 都翻了白眼 一命呜呼 丈夫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愧疚地留下来处理善后 男主隐约记得 在郊外自己有所小木屋 两人便又开始了逃亡 到达后 男主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没人能治好自己这歧义体制 他愿意为了女主的自由 而牺牲自己 但显然简已经爱上了 这个刚认识几天的男人 表示自己不介意一直陪着他 之后男主来到小屋前的池塘散心 突然记忆闪回 他想起了所有事情 而此时简在屋内意外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本子 里面竟然详细地记载着 镇上失踪女性的信息 更让他震惊的是 姐姐竟然也在其中 原来简的姐姐就是被男主杀害 还把她的尸体沉入池底 他颤抖着再翻过一页 最不愿看到的还是出现了 这一页竟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瞬间男主和简的记忆 都逐渐清晰起来 原来那晚在发生车祸之前 男主把离家出走独自一人的简 当成了他下一个杀害的目标 只是在把简骗上车后 被机智的简看出了意图 他开始反抗 两人激烈地搏斗 让汽车失去了控制 结果发生了车祸 当两人从车里爬出来时 被一道闪电击中 巨大的圆形能量球将他们包裹 两人的身体就此发生了巨变 事情真相大白 女主来到屋外 端起枪就要杀了男主 就在这时 三个男人认出了男主 就是新闻里的恐怖分子 把他摁在地上一顿毒打 男主趁机逃跑 跑出安全距离的那一刻 三个男人都领了盒饭 但简却意外中了枪 男主急忙把简送进医院 看着简越来越远 男主做了一个决定 简看着他坚决的眼神 也瞬间明白了一切 但来不及阻止 枪声就在医院中响起 男主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道神奇的闪电 让他变成一个好人 但同时被赋予了杀人的力量 没有什么事 比这更痛苦了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技能 你会怎么利用它呢 感谢观看